大陆外长秦刚,三个月内第三次会晤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这次主要是为了即将举行的第七轮中德政府的磋商做准备 针对无二战争,大陆强调 针对无二战争,大陆强调,中国和德国以及欧洲之间 不应该把正常的经贸投资合作犯政治化,更不能人为干预市场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既不会隔岸关火,也不会拱火交游 更不会干趁机牟利的事情 我们将坚持权和促打 并将派中国政府的欧亚事务特使 近期赴乌克兰进行访问 中国和德国外长也针对了台海问题交换意见 在台湾问题上,秦刚强调破坏一个中国原则 就是破败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就在中德双方同意加强多边领域的协调沟通 推动全球经济复苏时 大陆和加拿大正在进行互相驱逐外交人员 对此,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表示 加拿大不会被吓到害怕 反而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保护加拿大人免受外国干预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发言人也发声明 指责加拿大的做法严重违反国际法 也严重违反了中国和加拿大双边相关的协定 是蓄意破坏两国关系 TVBS新闻萧英强、陈向如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